这是布莱泽迄今为止 变身最繁琐 时间最长的一级 同时也是阿斯加龙的一次逆天空战 其飞行速度 直接达到了恐怖的10马赫 话说这些队分队 为了提高阿斯加龙的综合素质 增加其飞行速度 直接给他的后背 装上了天王性驱动器 而经过几轮测试 阿斯加龙的飞行速度 竟然直逼9马赫 已经算是相当的惊闻了 可就在这时 一只巨大的怪兽 正向机器慢慢逼近 众人定睛一看 原来是之前他们击败过的 月光怪兽德尔坦达尔 不过这次出现的这只 身长大约300米 比之前大了50倍 所以防卫队对他的攻击 基本上起不到任何作用 相反 德尔坦达尔发出的能量光弹 却将基地下的寸草无声 危难时刻 对分队派出 还没完全测试完成的 阿斯加龙迎战 可面对德尔坦达尔 阿斯加龙不仅体型瘦小 而且飞行速度也差了一节 心里使出吃奶的劲 才好不容易追上对方 接着一发炮弹 就击中了德尔坦达尔的身体 就当性里得意地以为 自己击中对方要害时 却发现竟然射偏了 接着就被德尔坦达尔击中 不过好在性里并无大碍 在回到基地包扎好头部以后 带着泰信 又再次驾驶阿斯加龙 出面对战德尔坦达尔 虽然这次阿斯加龙 比上次灵活了不少 但依旧追不上德尔坦达尔 也写不到有效攻击 反而还要不停地躲避攻击 现在这样下去 泰信和性里恐怕都得完蛋 前人直接偷偷溜溜变身 而这次变身普莱泽 竟然长达一分钟 首先是变身普莱泽 接着又塞入法则丹挥时 变身为法则丹装甲 然后再塞入屁股盲挥时 召唤雷鸣剑 好家伙 普莱泽这是向新生代变身看齐了吗 普莱泽上来 先是一剑劈开了德尔塔达尔的攻击 接着一发炎龙射 直接命中对方能量核心 然而就在这时 惠美却发现 如果德尔坦达尔爆炸的话 其产生的大火 能直接把热闹烧没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普莱泽直接纵身一跃 将德尔坦达尔推向大气层外 为了协助普莱泽 阿斯加龙也紧随其后 可没成想 到达大气层外后 德尔坦达尔竟然又直冷了起来 再次发出能量火光攻击普莱泽 阿斯加龙剑撞 直接发射光线 再次击中德尔坦达尔的能量核心 接着普莱泽抓住机会 直接释放大招几个战斗 进行 与刘洽 尸业 以后 超级 资料 颗 运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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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